的问题 但是既然观众有这样的要求 我还必须要当中问一下 小沈阳听好了 这位观众这个短信是这样发的 小沈阳 你火了 会不会离开你师父 会不会拿赵本山 当跳板 你 小沈阳 感谢电话我就不说了 就一句话 不是那事我绝对不会去做的 真普实在是真好 因为我想今天我们当着亿万观众 小沈阳在这能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他这也是一个郑重的承诺 将来怎么样 大家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希望你说的话是发自心底的 而且是永远有效的 好了好了 我们已经生产了这么久了 大家最希望看到的 还是超沈阳的表演 那今天春阳也来了 大家都知道你们是非常默契的一副架 在现场要不要看他们夫妻俩来一段 好 怎么样 来一段 什么 就是开心吧 开心 开心我唱一段 唱一段 跟我习巴勒合作一个 好啊 唱什么 给朋友来一个 经过二人传改编的一首歌曲 太好了 也是我师父给我俩写的 为了弘扬二人传 有一首东北二人传 这个歌名叫东北二人传 好 来 二人传说有请 好 来 二人传说有请 那那里呼 乌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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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云 乌云 乌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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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克大混兜的赞 都乐散小海岸 唱一顶后哪都能远迷 多么大的舞台都不可想干 东北级嘎嘎嘎 您舍一股饭 每个不舍爱人装